以城镇战作为演练 今年113年开始 国军一无一旗 由原本四个月延长为一年 更首度纳入志愿意才有的 进阶战斗训练 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第一次前进成功领事岛 从空间内将伤患救出 而一无一役兵役延长 就是因为台湾兵源不够 外国媒体与专家频频建议 台湾应该开放外籍人士入 也就是采取拥兵模式 但不止拥兵价格昂贵 国防部也以法规为由 持观望态度 未来职业军人越来越少 也象征一无一难上战场 不是不可能 因为入武训练是由民转兵的 一个必要过程 我刚刚也去看了各位的情势 还有各个生活设施 比起我当年在成功领的时候 还很多 进步很多 我还记得我在成功领的时候 睡的地方是空子 不是现在大概是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木制的房 所以我们今天所受的训练 每流的一滴汗 通通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 受到少子化的影响以及两岸紧张 百姓生怕战火一触即发 执政者恐怕得好好思量和平交流 才是台海稳定的政道 接下来杨洁旅 台中报导 我是陈俊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